多元智慧的概念 放暑假了 但英哥永吉國小教室內 還是有20位小朋友 正在忙著做出各式美展作品 這是永吉國小歷年慣例的美術營 在校內老師的帶領下 將往年參加全國美展 與對美術有興趣的學生 用8天的時間 大家一同腦力激盪 衝刺出美展作品 培育美展小尖兵 永吉這邊的小孩 其實他們暑假 並不是像外面有很多娛樂營 什麼可以參加 所以我們剛好開辦這個班 也可以剛好讓他們有8天的時間 跟我們一起衝刺美展 也因為老師的用心教學 往年在全國美術比賽中 學生都有不錯的成績 在去年就獲得 新北市南區美展17項入選 全國美展有一件佳作 與一件甲等成績優秀 也因為校長鼓勵校內的美學教育 積極培育孩子的美學天分 這些孩子其實他們只是把他們平常在這邊 我們這幾天所做的作品 然後再轉遊參與這樣一個比賽的機會 然後把他們作品展現出來 那我們目的其實不是為了比賽 只是讓孩子有成就 我說過創造美之外 還有機會欣賞自己的美 我們會非常成就感 因為連小朋友 他可能都沒有在外面學過畫畫的人 然後來這裡參加美展班 會發現說其實他也可以製作到這麼豐富的作品 是在外面畫室學不到 或是在學校課程也學不到這樣子 參加美術營的學生從國小一年級到六年級都有 看到一年級的鉛筆人物草圖 大象只有簡單的大耳朵與長鼻子 但經過老師的指導後拓映成板畫 色彩鮮豔地體感也十足 去年有參賽經驗的學生 今年以現代普度為主題 畫出來的畫真的讓人覺得創意十足 就是在諷刺現代人使用太多的手機 以至於現在這些公平都不是用真的 而是用手機來意識意識一下而已 所以這些鬼都很驚訝 然後肚子餓又生氣 所以在呼籲現代人就是不要用太多平板 不然等一下鬼會找上你 許多家長在看待國小孩子的美術畫作 常會以成人的眼光去看相與不相 或追求成熟美感 但其實應該重視的是 孩子自己的需要與興趣的培養 喜歡畫畫了再簡單的事物 孩子也會讓他豐富起來 中家新聞 吳沛山 英哥報導